掌握源头报价 不做商家韭菜 大家好 我是小五 一个在华强北做二手机的背包客 关注我所有二手机行情都在这里 直入主题 今天的行情如下 苹果13系列呢 依旧保持横盘状态 13 128g的拿货行情基本在3050 256g的呢 目前市场缺货13polo这半个月以来呢 基本也是涨了100到150左右 个人觉得是不推荐的 更何况现在溢价了这么多 相比性价比比较高的13pm也仅仅只有200多的一个差价 预算比较充足的话 可以考虑13pm 128g跟256g的性价比都是非常不错的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 是在4700跟5150左右 老款系列的机器像s13最近呢 也是小跌30左右 目前64g的市场拿货行情在1250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其他几款老款机器综合性价比都不如苹果1264g的目前市场行情在2050 无论是续航还是屏幕大小 十二的性价比都会比较高 十四系列的机器最近也开始微微一下调了 十四128g的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在3200相比之前少了整整100左右 十四plus128g的目前市场行情在3700相比之前也是跌了70左右 大内存的呢 目前市场缺货 综合算下来 我个人觉得选14plus还不如选择13pm 128g的两款机器 差价并不是很大 而且13pm还有高刷 十四polo整体也是小跌50左右 目前128g的市场行情在4800 256g的5450 14pm整体也是下调50左右 目前128g的行情在5200256g的人呢 在5680 大内存的机器基本下跌100多 性价比目前来说还是非常不错 值得入手的 只要是苹果12以上系列的机器 如果担心地方基站信号不好 可以直接写一个e-sim 不仅能实现4g5g 同时还能避免信号比较差的问题 什么是卡贴机 这是这段时间直播间依旧问的比较频繁的一个问题 那到底什么是有所卡贴机 你们可以正常理解成合约机充话费送的手机 这种手机呢 在国内 它是没有办法正常使用的 需要配合一种卡贴激活网络才能正常使用 机器的功能品控质量各方面都是一样的 也是可以随意升级还原 这个锁仅仅只是网络锁跟功能是没有任何关系 并不是什么组装翻新机 只是需要配合卡贴激活网络就能正常使用 能省下个大几千 如果是你 你会如何选择 欢迎评论器一起讨论交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可以收藏或者加个关注 避免下次找不到我 supто 你是不需要 dijo餐事件的ところ 你 или我们举你时爲就能继抳这次判判 家越轻折的时候up是哪里啊